八歲以下人士收聽收看 敬請家長留意 風中三寺 令林曼龍,長三龍 我夠忌得還有一隻大頭鹿 本節目內容純粹吹水,老作 加上妄想證發作 時真時假,又是時真又時假 最重要還是那句 千物盡順順 又是我們,這個風子組合 昨天有四個,今天有三個 找彭成的美人出來 有些人訂香港台主要看你的樣子 當然不是啦,當然是看蔡蔡子 還有看… 真的看你的 每個人喜好 江少的師傅好像… 他都說你偶像 說笑而已 我很喜歡彭成的 那些叔叔真的很好人 所以我經常都說… 今天有個叔叔生日 今天有叔叔… 叔叔生日 對…不是D100 我們昨天沒有拍照那個 風子裡面智老那個 阿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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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樂德哥 是呀 Happy Birthday to you 唱這首歌,有人課金 1、2、3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德哥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 太好了 我們會代收他的例子 恭喜德哥就是70歲大壽 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六十多的… 不是 怎樣 幾歲都不知道 真的有馬嶺 這個六十的,他大了六年了 他一定拿了一個路由卡 對…他已經兩元搭車了 德哥去英國 回來了 回來了 回來了,那邊沒有東西要做 不用擺了,那邊游山換水 挺開心的,少爺爺爺爺爺 你別這樣說 這人經常說我們外面沒有東西 擺才回來了 是呀,你別這樣說 這句說話 最早期D100成立的時候 有一條貿易主持就說過 已經成為了眾恥之敵 說我們什麼拿縱援 做節目的,神經病 沒有差不多… 人生的月曆 月曆、經驗、膽識 愛心,很難有D100做的 不只是純為錢 都要開飯 那我們錢多一點也不拘 對,錢多一點 所以大家要多點課金 多謝 多謝香港台 下星期一,大家看宣傳就知道 我們D100準備了一份禮物 免費送給所有香港台的訂戶 就是什麼呢 就是彭誠也有 江少也有份 就是這個龍年新春感恩團拜 當晚差不多是… 所謂精華 差不多全部的表演的部分都有了 加上有些… 我們Eric拍了很多花水 整個重溫 整個多兩個小時 就將會下星期一 就會放到香港台的重溫 那就是說 如果你訂了香港台的話 那天… 叫做… 星期一凌晨12時 就會看到重溫 彈了出來 那你就可以看 享受當晚春冥的情況 有訂香港台的朋友 就全部都可以享受 如果你是過期的 那就快點續約了 還沒訂的 那就快點訂吧 因為你可以看到彭誠、蔡子、通哥 就唱歌 江少也有… 你有沒有上台? 有 你上台做什麼? 介紹一下中學 中sir 中sir上來就沒有音樂唱 是呀 他收拾之後收拾得厲害 所以還有很多不同的組合 都是免費送給香港台的訂戶 作為一份禮物 那就先做香港台的訂戶 當然是 做自己有 是呀 要做自己有 那先回報一下情況 我們今天的重點題目 就是巴黎奧運 多謝政府 有銀河包買東西送給市民 不過要昨天我們說開垃圾經費 今天再有發酵 昨天盧文堂出來說話 都不夠厲害 這個厲害 那就是李慧琼 你知道李慧琼的身份非同小可 那麽 那麽 那麽琼姐今天出來說 就表示 就是真的要小心 她說如果8月推這個垃圾收費 面對混亂的風險非常之高 你知特區政府最怕混亂的 是吧 最怕有風險 一定要平平靜靜 琼姐開得聲的 作為全國人大常委 立法會議員李慧琼 那麽就說 就好像當妖怪那麽收了 好 那麽另外一個 都沒有憤怒 但是都出來說話 就是這個 前環境局局局長 黃錦昇 就是謝展嵐的上一手 今天就因爲他都去參觀 這個偉大的雪龍二號 勁野破冰之旅 當然要上船看 接著記者抓住他 問關於這個垃圾收費的情況 黃錦昇就支持 如果不做的話 怎麽對得起年輕人 真是偉大到不得了 他就說 政府早年鼓勵私人屋苑 參與廚回收 只有幾個屋苑參加 現在已經有幾百個了 證明政府做的事 垃圾收費有很大的力量 一定要迎攔而上 好像破冰雪龍二號 就是切實執行 即黃錦昇的意思就是 去吧 去吧 不要收 現在兩邊意見在扯大纜 一邊說收了它 一邊說繼續去 有些人站在中間 就說先看看數據如何 特首怎麽說呢 他這次有出來站起來的 特首當然是以數據為目標 我們先走了 我們政府會小心地去實行 他最穩妥的 阿超哥是最好的 對不對 我們看資訊 看數據 看看如何 政府不會亂來的 政府一定會小心行事 大家放心 我們交給阿超哥 他說垃圾徵費安排已成法律 又法律 有些人說政府未準備好 有些人說回收 廚餘回收等等 都未成氣候 香港的垃圾回收一向是不行的 不行就不需要搞垃圾袋 所以阿超哥只是說立了法 是立了法 是舉了手 是通過了 但是實行到現在的人出來 先要說不行 看看究竟你要面子 還是要 很難選擇 因為如果你不推 又覺得你不尊重偉大的祖國 你推 有人覺得擾民 又說未準備好 但是擾民那一批 是之前舉手說是通過的 最搞笑的是 你這幫傢伙現在割席 真的很搞笑 這件事 二眼報 搞到誰是真正支持 阿超哥那些 阿超哥你放長雙眼看清楚 那些人不要再用他 那些不愛你的那些人 跟他分手 報告完畢了 看看怎樣發酵 看看吧 五、六月而已 他說現在因為實行先試 看看到時數據 到時就要再交代 是啊 不過我們三個 今天就真的要謝謝超哥 因為超哥 給你掌聲 超哥 謝謝你 政府多窮也好 都在銀包裡挖沙子出來 幫我們買了一份東西回來 江小是嗎 是啊 買了這個巴黎奧運的播映權 神經病 這次挺開心的 又買 上一次東京奧運也是政府買的 是不是 那次其實大家都在輿論上討論 為什麼政府要出錢買 那時候已經討論過了 討論過 這次又付錢 這次應該是政府第三次購買 第三次 因為從倫敦奧運開始 當時是用1.2億港元買了播映權 2016年是倫敦奧運 倫敦奧運開始 去到巴黎奧運時 市任特首是林鄭月娥 東京 東京奧運 市任特首是林鄭月娥 說的時候 我用低於1.2億港元 買到東京奧運 那次好 那次是便宜的 但這次超哥說 這次再低一點 四個字 底 物有所值 超哥當然有個超字 是物超所值 物超所值 買得好 你說靠那三個電視台聽死都可以 最有錢的 有五個數碼電視台的DVB 都公佈了業績就是輸少一點 都是輸 你靠它買它 必須不買 但政府掛錢 之前是1.2億港元 林鄭便宜一點 1.1億港元 超哥買就齊頭1億港元 買得好1億港元 1億港元真的很少 那幾天彈都5千萬港元 那你買1億港元回來 其實真的不錯 那幾天彈都是玩三個月 你這個巴黎奧運 玩整個月 但差不多24小時有東西看 全香港都有份參與 不用上網登記 看電視就看到 抵擋了 但我同意一下空槍的說法 永遠說沒有錢 但不停花市民的錢 政府在財政預算案 不斷在喊救命 也不是 會不會上用卡原理 才花未來錢 那什麼 花了 政府發財就是在花未來錢 要借以還嗎 借錢當然要還 但如果要做到物超所值 就看政府簽回來這堂 發給什麼人做 以及規定他怎樣做 然後是否可以融入市區 隨時回來的數字 就不是一億了 可能是賺 賺雙倍都是有百分之百回報 如果回報是收回一億 或者兩億回來的 一點都不奇怪的 就看你怎樣用轉播權 怎樣可以賺錢 或者賺一些不是實質的錢 例如說是否多了遊客 是否多了人入商場 是否多了人出街吃飯 或者多了人拿垃圾袋出去 賭垃圾那時有沒有電視 在做奧運 這次應該是江少是專家 彭程也研究了很多東西 因為第一次是倫敦 時間是跟香港相反的 12個小時 是否12個小時 不是 倫敦都是8個小時 7至8個小時 馬寧和冬寧 即是巴黎也是8個小時 一樣的 東京是實時的 即是大家正在上班 可以看到比賽 接著人們去商場 日光日白又可以看比賽 看到劍擊拿金牌 金劑又回去了 又是差8至9個小時 那這些劑怎麼玩呢 真的要詳細給政府 怎樣 彭程有什麼 沒有 那我先公佈電視台 說個電視台 電視台去年有TVP ViuTV 開電視 有線電視和LOW TV 有三間免費電視台 還有兩間收費電視台 但這次就有改變了 有三間免費電視台 TVP、ViuTV和HOT TV 另外香港電台 是沒有收費電視台的 收費電視台全部都撕掉了 都沒有了 但剛才超哥也有話說 上次沒有的 上次沒有的 東京是沒有的 特意不給的 那時候港台還沒清場 還有些餘孽 就是不夠乖 現在清光了 之前馬俊偉是否進過去 似乎那些東西 他還沒進去 還沒 總之上次還沒清場 所以踢了港台出局 這次給你玩 即是港台這次認他做親生 自己人 驗過DNA 港台你也是我的人 乖仔 一起播 四個台 這兩次有個特點 譬如上次東京奧運的時候 林鄭月昂很強調一件事 就是這次是一個特殊情況 和一次性的措施 我無意破壞這個定律 但是這次的超哥就說 這次是一個特別的考量 因為他強調這次是無意改變 這個商業機構 鏡頭奧運動會轉播的模式 所以特別的考量 即是說政府未必會代表 下一次我都會出手 即是2020年有個女人說了一次 到現在2024年 超哥再說一次 但到2028年 可能其實都會再買 即是再說一次 其實不要緊 這個屬於保密條款 關掉後門 他不能說的 多少錢 因為如果你是這樣 電視台鋪一鋪都不買 當然 反正我都不出手 你都會買 當然不出手 即是跟彭晴的情況一樣 明知那個老公 那不就買手袋給我 我當然不會自己買 逢星期一就屈服 因為星期一有大事 他老公看到 為何這個星期一 為何他沒有穿這次睡衣 那就買袋 電視台一樣 16年你又買 20年你又買 2024年都是你買 那我不買 200也不買 那就有這樣說 先說 不過他也幫了電視台 省了很多錢 電視台有錢嗎 就是沒有錢 所以你其實就是幫我電視台 其實有一點可以兇狠一點 你們那一陣子就是到期 雙台12年 TVB你也是那一陣子10年 接下來談續牌 如果這次奧運沒有人轉播 我作為特區政府很失望 那你也會做 行行行行 我去搞 誰有這麼多錢 但是TVB在虧9億多 真的 虧9億多 國泰都說賺90億 你虧9億多 還要他一億出來買轉播權 吃資料都行 你當然不買 所以超哥好 自己銀河包 折耳縮食 不過不是減他自己的工資 都買回來 是我們的錢 是市民的錢 給我們看 應份吧 好過 你減了我的錢 但我沒有份用 這次大家有份用 真棒 不過整個遊戲規則真的改了 兩次都是這樣 以前是電視台要去競投獨家播影權 對嗎 以前是肥豬肉 不知為何現在就覺得不是肥豬肉 兩位怎樣看 其實競投這些大型運動項目 在電視台為何會賺大錢 以前 以前真的賺大錢 廣告 廣告 現在的廣告商是很興趣 派一個人出去 已經拿了很多廣告 那時師傅也告訴我 他一個人在香港電台 派一個人去做這個漢城奧運 然後就怎樣去躲在一些 譬如說游泳項目 那裏儘快將聲帶 傳回香港電台 然後走過去跟他採訪 試過師傅是拼搏的 他說在漢城奧運 譬如說那時有些項目 中國隊是很容易拿到獎牌的 但是你那時電台好像說 每半個小時就是一個休息 要報道一個對 但是有時如果你訪問完 你才再把聲帶飛回去香港 就已經遲了一個多小時了 你看到那場決賽 也是中國贏的 師傅試過偷步 問那個中國隊的教練 不如先訪問一下 聲帶而已 你拿到冠冠的感受會怎樣 我還沒打完 我還沒打完 可以了你試一下 其實有時香港電台那個聲帶 原來師傅說是偷步錄了 如果真的拿不到金牌就尷尬了 是違反什麼法的 這是假新聞 都被拿到金牌 又訪問了 還要叫那個中國隊的教練 在那裡扮 我這次拿到金牌 很開心 很危險 師妹真是為了 信號不好 他說走出去 有些叫做 傳統電話 電話廳 剪輯別人的電線 再接送回香港電台 真是很厲害 真是很有工作 那你叫師傅 不要再去南韓 可能真是拘捕 不過港台 我們做的那個電台 都是 資源都是有限的 而且他們都不是很遠 上面那批都不是很認識 我記得 我好像離開了之後 我聽到何正剛 就是老鑑的弟弟 是自戰說 不如讓我去 那個世界盃 不如我不要什麼資源 你幫我買到機票 我就照做 那時候還有 什麼 有個叫輝仔 你得難人 你得難人 你得難後來爬了 馬會那裡肥個肥仔 那些同事是想著 自己銀河包 不如你讓我用港台名義 過去申請記者證 他自願過去 港台都說NO 都說 免費幫你做節目都NO 是NO 就是他們不會當那些 是幫到台 還有他們的公務員心態 就是幫不幫運 我也有薪出的 什麼所謂 就是不會像何鑑剛那些 是盤著條命 為了個台的格 都是剪電線 剪電線 偷播偷播 說謊 什麼事都想了 跟別人爭 第一線 因為你遲了 就不是新聞 那個是舊文 所以鑑剛是值得尊重的 真是很厲害 但這次的玩法 是不是更加電視 剛才你說的 這次是這樣的 有一個很關鍵的人物 那個人叫李漢元 李漢元 就是前無線電視體育局的監製 他從匡城奧運 開始跟師傅一起 那時候 雖然說同行如敵國 但是那時候已經很友好 連續對賣 是今屆足足做了十屆奧運的顧問 之前不是顧問 是真是節目監製 其實在上一屆 特區政府已經聯絡了這個 Patrick 就是這個李漢元 希望他能夠出生 就幫忙牽頭 就是林鄭月娥 要購買這個東京奧運 播映權的時候 就是希望能夠在一個疫情之下 帶到一個開心的氣氛給香港市民 就找了Patrick 因為當時Patrick剛剛就是無線剪了那些 體育節目 哦 體育節目 哦 想提早退休 體育世界 我記得那個音樂 音樂都死了 他當時協助香港五間持牌電視台 就是轉播這個東京奧運 同然也是完成了這件事之後 林鄭月娥也頒發了這個 社區服務獎狀給他 廢章也不整個 去到今屆第十屆巴勒奧運 當然政府如果再購買這個報應權 當然要找回這個 上屆的顧問出售 這次仍然都是李漢元的 袁哥 上次都萬一了 這次可不可以談便宜一點 巴黎哥 就談便宜了 成谷 真正的金馬 因為始終你今天才公佈的消息 金馬多少 是要等他正式去公佈的 他未必想到上次都沒有公佈過 這次就是李漢元 我今早也有發訊息給他 當然有兩件事 當然要問他 有一點新聞問題 他說不公佈得住 讓我正式公佈第二個問題 不如上來虎炮 行 你下星期再找我 好 虎炮找得聽 希望都 我想問李漢元這個角色 好像新聞是否公佈了 是他還是你爆了他出來的 其實無線電視都出了一個正式的面目 他表揚了特區政府 因為他們都說了 剛才我所說的 那五間電視台 將會擁有這個威權 但是那五間電視台 怎樣分餅 現在還在談 因為現在就是 其中一個 誰大一點 或者誰能力強一點 那個 最少是播500個小時 聽聞 就是最多的時數 那500個小時裡面 必須要 一定要有香港隊的項目 這次政府如果出出手 希望小人能夠真的感受到 香港運動員 在那邊 那個最真實的戰況會是怎樣 其他電視台怎樣分配 就按照他的能力 或者他的時段 譬如某些電視台在播王牌劇 你硬要去拔他下來 播這個項目嗎 他們那幾間電視台都要配合 但是看哪個資源多一點 播放多一點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正常 那就是說 政府對於TVB的要求會高一點 應該會不會 會的 通常會叫他要播 應該正常就是這樣 買了個版權回來 那是政府買的 就好像老爸 即政府就是老爸 買了個蛋糕回來 然後有三個兒子 一個叫TVB 一個HOLD TV 一個叫ViuTV 然後他就分了 然後大兒子由於有老婆子 三個兒子的老爸跟他說 那個巴黎奧運的版權 就買了回來 你喜歡播多少都可以 因為應該照計 那個版權的播放權 三間都是均等的 是差了你夠不夠時間播 如果你夠僵 即是可以盤命的 你可以 那個巴黎奧運 那段時間 你每天24小時都是播放 如果你的台不倒閉 的話 剛才江少的計法就是 我又有新聞 有唱歌節目 又有訪問節目 我頂多會選擇播放 每天大概做四個小時 或者11點有個特輯 即是這麼多 但是TVB有五個數碼台 那他就可以差不多 撥一個台出來 叫奧運台 由早上播到晚 又做特輯 又成這樣 這個是他自己的選擇 但是其實應該政府 為了保障 都有些條款就是說 雖然三個台任播 但是TVB 你可不可以幫他做好些 或者港台幫他做好些 就是將所有的香港運動員 那些 你都要即時播 拿牌也是即時播 之類 其他你又幫我 我這麼貴買回來 你幫我盡用 你幫我盡量 盡量 譬如說有多少播多少 雖然不是香港運動員那些 譬如說我那些友好 沙地那些 你可不可以幫我都播 做特輯 因為沙地是我的朋友 人家不播 但是沙地也有些很厲害的運動員 對不對 或者譬如沙地 這個 這個 奧運 中國隊 國家隊當然必然 當然一定要 但有些友好 譬如一帶一路的國家 你幫我播 你這麼多的台 這樣可能要給一些條款TVB 等他幫特區政府做事 但是這樣 轉播權是政府現在這樣賠錢 剛才你說的要點播 點播那些 電視台另外真的要自己 銀河包出來 這樣才行 因為你還有另一個成本 就是出去外國做採訪 這個就是政府 我買過的播影權給你 你有沒有其他花水 獨家料 要靠你電視台出去做一些報道 譬如說那些不能逼 難道政府逼他要派鼓 首先你怎樣都要人 衛星費那裡 幾間電視台 要一起去 一定要分享 這個應該是不包 另外原來是這樣的 我看到一些傳媒人 去說 奧運場裡面 那個電視台 如果你想放一架 鏡頭在裡面 因為要放即時的畫面 至少20萬 開幕禮 如果有香港隊 或者你剛才說的一帶一路 沙特那些進場 你又想拍多一點 老窩 原來也幫我拍 沒錯 那你一定要放自己的人 在那裡 要付錢 因為大會只給你30秒 沒有了 是這麼多 如果你想自己拍多一點 你就要付錢 放你的工具 然後你才可以逐一介紹 這樣才行 即是派鼓去那裡 要錢 要錢 應該TVB 都要扔一大塊錢 這個是未知的 因為在去年 剛才我所說的一個特殊情況 去年TVB Viu 開電視 還有那兩間收費電視 就由李漢元帶隊 林鄭月娥那邊政府 就會出錢 組團 全部一起去東京 做採訪報道 那個費用就是政府出的 還有國際廣播中心 那些地方 原來都要付錢租 那些地方的費用 看你要租大小 那些錢如何 再加上你電視台裡面 找一些專家 工作人員 錄影廠 儀器 評述員 主持 他預計大概六萬至八萬元 來計算 每天轉播十個小時 一天八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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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攝錄片二十萬 接著那裡 大概 這個數目 剛才你還沒計 你剛才一帶一路 沙特 一些朋友 那些 隨時動不動 可能 一個月三千萬 TVB 可能 一百萬一日 三千到五千萬 怎麼省都一百萬 那他還要在廣告那裡 撿回來 真的要有一些廣告 但這幾年的TVB廣告 是很差的 他很難和Youtube 或者其他的網絡平台 比別人 下廣告 現在下電視的 都不是撥那麼多資源下去 那TVB 撿不撿回那五千萬 我們算多些 他成本最少都 五千萬回來 政府買回來一億 就派了給那麼多個台 真是太難 那TVB 就不播又不行 然後 局播 局播又不可以做得太差 只是避免香港隊 那些 他都可能要撿三千萬出來 三千萬 究竟在那二十多天的奧運項目 可否因為這個項目 撿回 或者撿多過三千萬 或者可能 三千萬也撿不到 二十天如果真的跳樓就可以了 基本上 TVB會不會在哭呢 現在 糟糕 這次又要摸摸街 不會的 現在是為國家 為香港 然後凝聚力 是錢都買不到的 我想問 他轉播中央台 不是答案 你為何買一個保隱權回來 中央台是有一個獨立的保隱權 是的 但我正想問採取 以前你小時候在澳門 澳門看奧運 是轉播香港還是 看無線而已 看無線 看無線 即是他不需要買任何東西 不用 沒有的 澳門是有一個電視台叫TDM 澳門是有一個電視台叫TDM 後來差不多倒閉 澳門的政府想過不要 然後韓生就說我要 他就買了 當作商業電視這樣做 當然他裏面有很多 跟賭博有關 賭球 就是打球 免費給你看 澳門看英超不用錢 是香港的 然後就這樣做 所以各有各轉播 我們都是看香港台 雖然剛才阿彭誠所說 都是我們政府錢 但政府錢裏面 原來不同部門的撥款都會有不同 上次林鄭月娥那裏 東京奧運 就由文政事務局給錢 我不知道多少 現在當是一億樓下 但這次 巴黎奧運 就由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給錢 那個就是不同部門撥出來 這個旅遊局那裏 我們平時說的那些什麼崩分那裏 對 楊潤洪那裏 那裏 那些什麼郵輪碼頭 崩分 雞蛋 那些 那些 雞蛋可能是女法局那裏 可能是 楊潤洪 剛剛前幾天搞了 在唱歌跳舞 那些什麼技術表 你說的Rubbie7 Rubbie7是女法局的 楊潤洪好像有去 星期六天有個剪載 拿著把線撥來撥去 然後有些歌手在唱歌 又下雨 那裏我不知道中環那裏 那類活動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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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大家都要揹 因為民政事務局都有個預算 如果全部都是他撥款 那他出來的那條素紋不英俊 然後民政事務局要搞很多關我隊 又撥款 那些歌差事他都要掏錢 那接著這個轉播 哪個局去吃的 就看哪個還有預算 那就給他 或者額外撥款 就是楊潤洪那裏出錢 但是現在政府就出了 其實電視台都是出雞 或者可不可以這樣去形容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政府是出雞 喂 政府出雞 那他們都要出雞 出來點乾 但是這樣 但是政府這次 超哥今次說了一番說話 就很有趣 那番說話應該由電視台說 又不是應該由超哥的身份說出來 但是超哥竟然說 我雖然買了這個 幫你們買了一個版權回來 我發覺這個都很難推廣 在今間裏面 你很少一個出資者 也都會說 其實都很難 應該這番說話 我賣給阿蔡 阿蔡說回來 你給我沒用的 其實真的很難 很難做 很重疊 這個 這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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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巴黎奧運電視台 為什麼覺得沒有商機 不買 做生意 有誰不想賺錢 當然覺得 如果我自己買回來 如果我不是做社企 我基本上 我當然是計算錢 現在說錢 說什麼感情 所以沒有錢賺 那就不買 其實巴黎奧運 他們自己都有自己的市場推廣 他應該去全世界不同的地方電視台 去發邀請 你想買什麼 我們有很多套件 只買一隻腳也可以 買一隻手也可以 買一隻頭也可以 買一隻全身也可以 現在特區政府就買全餐 就是一億 所有的轉播畫面都可以有 你自己喜歡怎樣包裝 即是談了回來 然後把這個權權發給電視台 電視台不買 就是沒有錢賺 其中一個原因 可能是因為時差問題 阿超哥說得對 晚上有多少人看 在香港 我們都計算過 阿彭誠不看球 我不看球 你也不賭球 我不賭球 我們賭球 有一隻球 叫巴鴿 西甲 不是西甲 法鴿 法鴿 法鴿通常開頭場 開香港時間零時12點 對 最早12點 巴鴿式的門 對李昂 為什麼呢 如果用球時間 大家便會理解到 他們當地的時間 是怎樣 通常開發甲組 應該是當地的中午時間 不是中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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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香港 凌晨12點 巴黎那邊做的運動 應該是 只要七個小時 如果搬回奧運項目 江少海說 通常奧運 在下午的時間 即當地下午時間 會發生什麼項目 應該會 應該是 不是 應該就是 游泳 以及一些 較為長一些 例如馬拉松 這些 擺明是日後 日後要很長 很早 一定要很早 那你足球 大部分 都未必會 因為剛才 蔡神所說 英超的群組 很大 大到全球性 很多人去買 英超為了錢 的關係 開了一個 早上的早場 就是平時 8點 10點 其他歐洲 比如西甲 德格 為什麼不開這麼早 就是你這麼好賣 我都沒有人買 我開這麼早 做什麼 人都還沒起來 那你變成 就一定是 放在香港的 中 凌晨時分 或者是 再深夜時分去看 如果你說 足球不用想 你應該是 在那些時間 比如說 打球那些 有些是打過日 叫做長數 多少少 真的會開早 即是初賽 即是說 應該香港凌晨 12點的時間 通常都是 蛙艇 初賽 戶外 那些 風帆 所以決賽那些 可能是香港凌晨時間 台球 乒乓球那些 放在後一點 因為室內 我想 要去到 我們差不多 起床的時間 就是他們那些 最黃金 最精彩的時間 是的 我們起床的那些 就是他們下午的項目 是的 即是去到什麼 六、七點 或者那些 體操、舉重、決賽 好 那電視台不是計算 那些時間 沒有人看 那些人都不會起床看 沒有人看 那說個商標有興趣 沒有興趣 那我就買不到廣告 買不到廣告 買不到廣告 所以他們不是不投這個標 即是他們都看到自己 都沒有廣告 其實是真的 剛才已經有些朋友都說 最大的轉捩點 都真的是倫敦奧運會的時候 當時有線電視出身 是億幾 自在必得要買那個奧運轉獲權 之後就令到大家都覺得 原來是虧錢可以虧得這麼厲害 你說得對 彭亭你那個奧林匹克本身 上一世紀設立的原意 是精神並非在商業那裡 是呀 完全就是國際奧委會 希望 是呀 一個宣揚和平 和一個宣揚一個叫做 很大愛的精神 一個運動 並非是一個商業元素去掛勾 是呀 但後來 其實他有一個宣言 他有一個奧運獻章 裡面有一個所謂的德克蘭宣言 裡面是說到要求國際奧委會 可以採取一切的步驟 確保奧運得到不同媒體最詳盡的報道 和全球各地都要接觸最多的受眾 即是沒有想過要這樣 因為這個就跟世界杯不同 世界杯的設立是在近代史 這個是超過一百年歷史的運動會 是沒有他們本身的意識 是全球的人都能夠觸碰到這個運動會 是呀 以前原來我們那些的轉播權 是經過ABU的 你記得嗎 是阿泰廣播聯盟 是呀 以前阿泰廣播聯盟 他們都會在香港有時舉行一些論壇 我們香港也做過東道主 我們在香港電台做的時候 有時也有做過一些活動 我也記得我有參與過 以前他是幫阿泰區的免費電視台 集體合扣這個奧運的播影權 後來不行了 他們不玩了 他們不玩這個遊戲 是因為越來越難玩 因為他說96年阿特蘭大奧運 ABU不再包含的原因就是貴 跟國際奧委會談的時候很困難 於是他們就說你們電視台 自己直接跟IOU談 跟國際奧委會談 沒有辦法 是的 如果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究竟這個奧運有沒有什麼商機 或者可以 沒有加 其實都 你整個奧運一萬多小時 作為電視台 現在政府幫你賣了轉播權回來 你就自己計算 哪些有國家隊 哪些有香港隊 哪些有一帶一路 哪些有沙特 那些朋友 那些什麼市數 全部是在什麼市段 那些專攻那些 他也不可能全部做完 但那些是為了愛國的情緒 必定要播放 但不代表賺到錢 是啊 譬如說特區政府要配合一下 其實特區政府也未必限制 當然不是這樣說 是不是愛國 我當然愛國 愛國不要算那麼多 我們不計較 要愛的 如果特區政府有一個行動 夠僵去做 或者是建議 其實是可以一試的就是什麼 宣佈說 全香港所有的公司 容許員工 開始回中午十二點 就是那個奧運月 為什麼這樣做 其實是愛國試過的 譬如說那些熱愛足球 還是什麼賽車那些 他是當日如果有個很重要的決賽 應該是這樣 那個叫做什麼 英國什麼葉森打比之類的 屬於英國一個很重要的賽馬 的項目 當地的政府是呼籲大家 那天就是不要上班 即是比賽的時間 早些下班也好 或者遲些上班也好 其實那個奧運月的時間 如果那麼死亡的話 你只要呼籲 就是譬如說十二點 大家不如先給那些 夥計上班 為什麼呢 他可以看晚一點 看晚一點 只要不需要上班 很多人都會去玩 還有呢 規定那個月千萬不要讓他回大陸 不准回大陸 那個月全部留在那裡 好 然後呢 因為你 晚一點 鼓勵他們看奧運 不在家看 不准回大陸 接著就出街看 商場開夜的 其實是商機來的 其實你只要 建議不是規定 不需要立法的 然後說 很棒 政府這麼困難 可以看到我老闆 給我回到十二點 然後就凌晨三點看運動 出商場看 商場是改變開的時間 反正早上沒有客人 你靠那些 什麼二百元特種兵 那些聽仆街就行了 不如就 不如配合香港人 等那些香港人 晚上才回家 出商場吃完飯 在商場看 那只是商場有生意 其他那些店舖怎麼辦 你全部擁有商場 慘了 我的面當沒有人來光顧 那些店舖仔 都自己想想 可能他搞那個叫 奧運套餐 奧運夜奔分 我們推出這個奧運牛扒餐 然後大家來這裡吃 就可以看電視 支持這個香港隊 那其實多些人出夜街 那也好 其實都 你錢一億劉淫了 你益不益到其他香港市民 不是就這樣給他們看 你可以有一些措施 令他們可以出多些夜街 那這個你也可以 達致夜奔分 其實我們去年 你記不記得 譬如阿里維斯拿銅牌那一刻 全部在商場那裡 鎮備一副 其實當時電視機 有看的 有些人去商場看 因為支持香港隊 這個雞和雞蛋的問題 現在的香港 有多少人看香港奧運呢 好在於有多少 香港運動員 參與過港部 因為如果你越接近 其實現在香港 已經好過三四十年前 三四十年前 一個車高雄 已經覺得我們拍手 只有一個項目 後期一個李泥山 現在我們都有張家朗 劍擊 還有何思培 何思培已經是世界冠軍 我們現在 幸好是多了這一班 香港有高質素的運動員 令到香港的市民 可以看到他們的項目 以往真是在外圍 都未能入圍 已經是回香港 打機票回來 都會令到你繼續去看 還有這些 你真的不能計算錢 對國家對於香港那種凝聚 那種愛國的精神 這些是 beyond 用錢買不到的 所以政府要買 其實背後的含意 都是令到大家可以更加支持國家 更加去愛這個地方 這些真的千萬不要用錢衡量 這些效益 很膚淺 是啊 太低層次了 其實有一個都要賺的 就是馬匯 馬匯其實都幫了手 馬匯都不是現在 他逢奧運的時候 那些奧運足球外圍賽 男子類似 他都可以買 贏不贏 不知道 但他起碼開盤 開盤 令到有一派原本不看奧運足球的人 其實會因為買了球去看 我是其中一個 如果這個原理馬匯肯配合的話 可不可以只是奧運那個月 批准馬匯開奧運的籃球投注項目 做得到的其實都 足球因為有人買而看 有一個意願 如果開完籃球 只是那個月 讓他試試 然後有人賭 就有人看 都會多人看 雖然 私行先試這個籃球 所有 有香港足球隊的馬匯 都不開盤 但其他國家自會開 籃球、足球、排球都可以開 放心 一定能開盤 開到 因為我們最熟悉的 我們那三個國家都進不了位 全部都可以開的 不違法的 那你馬匯開盤 其實都是會令到很多人看 當然你說會鼓吹什麼賭博 那些浪費 如果是你接了馬匯 你讓他繼續經營 不用說道德綁架 只是那個月讓他開多幾個運動項目的盤 總之不是香港隊就可以了 賽艇都可以開盤 我不知道他怎樣開 究竟贏冠軍那隊 是會贏幾多秒 那些都是一個盤 不太複雜 開籃球、排球、足球 本身都有 都是會多人看 多人看了 電視台越多人看 那他買廣告的機會越高 其實都是幫到 但現在每間電視台都有 以前你說有些獨家的播影權 就說有些電視台 現在當然都有 那那些廣告的到哪裏 是否要到最多的 幾個台的做法都是一樣的 Viu通常都是把MIRROR 放進去某些展覽項目 那裏就吸收了MIRROR FANS看 那些廣告商就會下 那TVB吃不了 那TVB都是想藝人效應 但TVB沒有過紅 現在唯有硬播 他也是 那接著HOLD TV HOLD TV 真的不知道他怎樣做 都是叫做可能 純粹賣專業 找一些很厲害的 commentator 他會選一些項目 多數弱勢那個 就會選一些 譬如說 蔡先生都說得對 你本身的台有本錢 一出MIRROR出來 那些就賣回自己的客 那去到HOLD TV 那些就選一些 較為接近一點 或者去年的奧運足球項目 只是播得一至兩場 四場同排舞 可能去到這次來說 他會覺得 不如你多關注那幾個 你不做 你們那幾個 我就自己拿來做 只能這樣分餅仔分 不過我也喜歡看專業的評述 也比較好 我也記得舊舊 上一屆都好像出事 那個 TVB那個 跟著方略申 那些 不知道問了什麼問題 還有一些廢話 搞到運動員都拋頭 專業是很重要的 不過其實你電視台 都不是很肯 扔資源做體育項目的 你看到 他們有多少運動項目播 譬如說Viu 都是播NBA 然後偶爾中 可能他 不知道是中了風 還是黏了一點 無緣無故有場 英超 是這麼多 然後TVB 播放就是 日積 澳積 接著 HOLD TV 真是慘 HOLD TV 播放阿根廷聯賽 剛才蔡臣說 非常適合 最後一件事 就是說 就算TVB 大家 雖然他是一個大代 你不要覺得 他一些資源 其實他內部要調動很多東西 來配合這一個月的奧運月 因為你體育組加散了 他叫中年好生音進去 你一定要 真的 你分分鐘在拍中 中年好生音 那些要進去 而且你也要立刻設計 一個24小時的直播室 所以整個成本 是不少的 其實你問TVB 你說HOT TV 和ViuTV 想不想播放多些 快點 他未必想做最多 你錢也要自己出 你內部調整個 第二 如果你真的請運動員 你也要給居馬費 當然 不好意思 彭晴 有個項目 明天開0600 哇 說笑什麼 我要收4千元 其實電視台沒什麼吸引力 那些評論員是否真的肯去 那些評述員是否真的很難請 還有網上Youtube那些 你自己都可以賺到錢 對 有些可能會移一文 基本上那批可以說到 難道你叫他飛回來嗎 你看出不出氣錢 真的世界完全不同了 完全不同了 希望不要浪費 你買了轉播機回來 看看能不能用到 對 港台找回老淨廣賣足球 老淨採你的傻 他也不知道收不收你的錢 老淨 等著冬菇 發炮 老淨現在還在港台做 在那 360 去電視部那邊 是嗎 那都 好啊 都夠錢買些豆吃 好 多謝課金朋友 謝謝 有這個Thomas丁 應該是 菲利普雷 馬王得62歲生日 原來 今晚睡新買王馬學 恭喜你 多謝師妹 Ciria 多謝Cindy Merry Charles Bessie Angela Chan 德哥生日快樂 Kid Light 多謝 Anders Tao Francis Leung 多謝各位 謝謝 一不見香港台 休息回來 回到香港台 到時再聊 下午4點02分 D100 焦點新聞